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女人哪 高军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老婆和孙洪史同事 要不让她打听打听 看看孙洪是个什么样的人 陶玲跟我说起过她 她就是那种挺着领导喜欢 挺会来事那种女孩 苏妍 你跟她聊了这么久 你对这个女人 有什么感觉啊 我就觉得她有点悲伤过度 神经兮兮 好 你们俩也继续调查 张秋彦和孙洪的情况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孙洪想开一些吧 别难过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是 小孙 房长 房长 来了小孙 好 大家说你今天上班了 我还有点不大相信呢 怎么样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好 小孙 不要太悲痛了 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你看你脸色多不好 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 谢谢你庚航长 还是来上班好 在家待着 我心里特别郁闷 说得也是说得也是 不过也要量力而行啊 知道了 谢谢你 庚航长 胡航长找您 好好 小孙 这两天没事啊 让学生带着去家里吃饭去 人多了能换换心情 你刚才分析的都很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我要求的是速度 别再像三二八案子那样 一个多月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次绝对不会 那就放心吧 三二八案子我也猜想领导汇报 也不能放下 是 苏妍怎么样 想跟着干吧 睡睡睡醒 这可是个聪明的家伙 你别小看他 说不定 还真能助你一臂之力的 将军手下的人有错的吗 这马屁拍的好像太没水平了吧 别生气 你等等我 你能不能让我亲近火啊 不 秋眼人死了 一点眉目都没有 我们俩刚刚和好 你觉得你现在跟我提出结婚合适吗 你觉得我有着心情吗 对不起对不起 这样 我是为了你呀 我今天想了一整天了 我觉得你现在特别特别需要一个家 我能给你一个家啊 给你一个安全的家啊 你能不能说个小声点 那咱们进去 边吃边说好吗 你要是进去还跟我说这事 你就自己进去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俩之间缺乏沟通缺乏理解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根本谈不到结婚这一步 孙虹啊 我给你写的信是不是没看啊 你肯定没看 要不然你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除了求业 我现在没有心情说任何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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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年凶尸案的代表 这档案在哪儿 在后面自己拿 谢谢啊 对不起 先别看了 跟我去调查 哎 又调查什么呀 别摸索了快走 不是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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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啊 你说赵队什么意思 我还真成嫌疑犯了 知道赵队是怎么吩咐我的吗 要让你知难而退 为什么呀 我就那么招他烦吗 我还烦着呢 这么大的案子 我什么时候这么清闲过 天天跑外围 还不都是给你占的光 凭什么呀 凭什么 人赵队的理由很正点呢 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排除 还没排除 那怎么才能叫排除呢 我告诉你 他这是公报私仇 不就是109大案 没给他报二等功吗 那是奖局的事 我又说不上话 小人之心了吧 赵队心眼没这么小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问谁呢 你问他去呀 张秋燕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学习很用功 成绩一直不错 老师据您的了解 张秋燕有男朋友吗 没有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在学校里 追求他的男孩子的确不少 可都被拒绝了 那好 谢谢老师 你要是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或者是又想起什么来的 及时通知我们 这是我的地方 好 我一定配合 行 我明白 来 进来 赵队 别打击你了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赵队啊 你们门口这个武警是不是新换的呀 怎么了 惹着你了 惹着你了 太将了 我说我是记者 他死活不上进 非让我登记 这就退了吗 你们电视台能随便进吗 有个症状吗 赵队 对 听说出了个杀人啊 情况怎么样 有线索吗 这事啊 还不到说的时候 干嘛呀 还对媒体保密 我们可是代表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啊 知道你们媒体的厉害 我是说呀 我们公安局是有机率的 但是呢 也有他说的时候 那也不能一点消息也不透露啊 你们到底尊重不尊重我们的知情权啊 行了行了 你别给我上课啊 这按理说呢 一点不报也说不过去啊 毕竟当时有那么多的百姓都知道了 与其让他们传的沸沸扬扬 还不如用大广播 压那个小广播 就是 但是 局里已经表态了 我总不能不听局长的招呼啊 那不还是不让报吗 算了 刚才我跟台里说 你们不让报 这样多不好啊 这不让我们被动了吗 那怎么办 要不您再跟蒋军上汇报汇报 跟谁汇报也没用 就请你们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吧 从上次的三二八案子到现在 那我们的压力可是一天比一天大啊 大记者 行 就请你 饶了我们吧 赵队 那也得请你帮我一个忙 这个案子我一定要独家采访 好 等案子一结束啊 我第一个就找你 行了吗 那咱说定了 说定了 好 好 你在这干什么呢你 吓着你了吧 我往家里打电话你不在 打你手机又不在服务区我就担心呢 我说我过来看一看 我想好了 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准备报警了 我看你是神经有毛病 孙虎啊 孙虎 我哪是神经有毛病我现在有点神经质呢 你这都不知道啊 自从小小出事以后天一黑我就为你担心 你去哪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单位有应酬 那怎么没人送你回来啊 我累了 一个人就先回来了 那你应该告诉我我去接你呀 我希望你千万别让我 别让我给你担心好不好 啊 我没事啊 你先回去吧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了 我不是讨厌你 我今天身体真的是不舒服 好 以后单位要是有什么应酬 我一定事先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不让你为我担心 行了吧 好吧你睡吧 我走了 你路上小心 我走了 哎 这不是和张学员住一起那女孩吗 眼睛够好 我来疯了 你想这些 Meh 怎么这么快 我怎么看 我最后一大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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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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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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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他说好了 说好了 我在电话里边已经跟他约好了 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是 是和好了 这些孩子 真的真是不让人生气 爷 您别着急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催催他 孙洪这孩子也是 现在本事大了 翅膀硬了 脾气也健长 抢到家里吃个饭还这么难 年轻人之间的事情你又不了解 不要乱发个意见 当时我就说 松红这姑娘太漂亮了 娶回家里也是个新病 现在倒好 还没过门呢就闹成这个样 我看 还不如让他们分了呢 都是劝和不劝分 你这当仪的怎么说这种话 我是看着小程受气心疼 严轻人的事少管 姨啊 她在电话里说 心里堵车了 让咱们不要等了 要不咱们咱们先吃吧 那也不是先打个电话 姨 您别生气啊都怨我 我应该提早打个电话问问她 小程啊你都快四十的人了 你就这么惯着她吧 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 怎么说话呢你 吃饭吃饭 来来来 好好好 小红啊 你对小程的事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呀 我目前还没什么打算 你们两个都老大不想的了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 小程的母亲去世的早 我一直把她当自己的亲儿子 我一直把她当自己的亲儿子 只要她成家了立届了 我心也就踏实了 也算对得起我姐姐了 小红啊 我说话直你别不爱听 女人结婚不就弄回事呢 不就是找一个男人搭伙过日子吗 什么事得知足 以立神渐年交往 改善睡眠质量 谁弄谁知道 什么叫 好几年时代 现在 老师能标准 你以后 还设会让混得不错 有身份也有地位 有房子进进出出还有车接车送 可是这么多年了 我们不也就这么过来了 其实姨父对您挺好的 好不好的我自己知道 这么多年了 正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大家在一块过 谁还不知道谁呀 谁也别把谁当傻子 小红啊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觉得小诚诚呢 你们就赶快结婚 踏踏实实过日子 大家呢 也就都放心了 你要是觉得不行 你就好好说 直来直去 这也没什么 我和她姨父 绝对尊重你们的意见 而且 她姨父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你在银行的发展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是 我是小诚她姨 我希望她好 行了 爷 小红 我来帮您吧 不用了 你看电视去吧 小方 走走 行列的几位领导 私下里都杀了过了 一致决定 提升了 谢谢 谢谢 李嘉 你那说什么那人吧 我就问了问 结婚的事 她怎么打算的 她怎么说呀 她说 她说她还没怎么打算呢 大概是因为她妹妹的事吧 她心情不好 她现在没心情结婚 快来吧 小长 结婚可是件大事 你可不能马虎啊 爷 您 您是不是对她 有点成见 该说的 反正我都跟你说了 我和你姨父 把什么事情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就看你自己把握吧 好 您放心吧 我会处理的 还行啊 赶紧出去吧 行 那我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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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卸车 也有当今叱咋歌坛的风味人物 更有各路神秘嘉宾前来助阵 没事 银 Michelle 多坐下坐 好 谢会儿 谢会儿 新歌登场 和你 新歌了 来 来 团楼 绝对让你流连忘返 精彩不容错过 你表妹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后事已经办完了 明天我就送她爸妈回家 现在案子还没什么进展 明天我陪你去吧 吴桃林陪我去呢 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请个假也行 不用了吧 你忙你的吧 这做父母的 孩子出了这样的事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吴吴 要不咱们先走 别影响姨父跟姨妈休息 好吧 姨妈 今天辛苦您了 那我们先走了 行 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话 你们都回去好好想想 学长啊 你把孙红送到家 这么晚了 安全第一 看你操这心 小程 能不送她回家吗 这不是刚发生这案子 是是是 姨呀 姨父说得对 现在 我天天下班就送她回家 甭说她了 天日黑 我都紧张 好 行 姨 姨父 那我们走了 好 好 好 再见 好好好 你得小心 好好好 瞧你给小程找着对象 哪像个过日子的人 当初可是你同意的 你们银行的女孩啊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是省油的灯 思维混了吧 小程要是有心哪 早点跟她散 有你这么当家长的吗 思维 哎 谢老师 千万别这么叫我 我已经习惯了 你每次来都这么匆匆忙忙 我刚才给你单位打电话 说你调刑警队了 那是工作上的安排 那你就没时间搞创作了 我正好路过这儿 就要跟您说这个事呢 诗集的事先放一放 谢谢您一直替我惦记着 老这么客气 怎么样 刑警队那边适应了吗 还好吧 我一去就先遇到一个大案子 是吗 进展情况怎么样 还没什么进展 徐老师 您电话里叫我来是什么事 我写了点小东西 我老看你的东西啊 觉得咱们两个有很多的 相通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的 好的 我一定好好拜读拜读 其实我也这么想 有你这样的逼游 真是难得 没事 看你的时间 好不好 好的 那行 我看完了以后 咱们约时间再好好聊聊 好 那我先走了 邱老师 再见啊 再见 借公安厅通报 公安部通缉要犯的行中 在我市出现 各分局 刑警 治安 武警 交警各支队 要年把各交通要到交通要到 交通要到 不许动 我是警察 不许动 吓死我了 谢谢 孩子想要没吓着您吧 没事 没事 刚才看着小月妈妈 抱着照片在那儿哭 特胆神 想点高兴的事吧 现在我还能想什么高兴的事 想想你马上就要提升科长的事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 杀害张秋远的凶手 有可能 他是去年公安部第十号通缉犯 身上有五条人名 而且全人遇到 他的体貌特征 跟414案子的目的证容 提供的非常相似 还有 张秋远被害那天 他就在门市 这也想 要不是发了封往家打电话 还真发现不了他们 那328案是不是他们 那就不知道了 你说以前那几起命案 你都去过现场 干嘛 尸体上有蚂蚁 咱们又扯上蚂蚁 你没事吧你 我还没想到 写好 有什么事 你也想到 那一刻 你去找小学生 还要做小学生 你还能够 好 你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